俗话说的好,大气焰世界无奇不有 世界上存在着一些充满神秘的地方和事物 甚至连科学家也无法做出合理的解答 今天小A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村庄 这个村庄非常的神秘 它会在白天出现,晚上消失 这一诡异的现象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下面跟随小A一起去见识一下吧 这个村庄就是位于迪拜的鬼镇 光听名字就感觉这里非常的不简单 让这个村庄增添了很多神秘色彩 这个村庄的具体位置是在迪拜的一处沙漠中 白天的时候它和平常的村庄一样 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一到了晚上 整个村庄就如同凭空消失一样 什么也看不到了 村庄里原来生活的是当地的原始祖父居民 他们的生存能力非常的强 在沙漠这样恶劣的环境里 他们也能够做到自给自足 甚至还形成了自己的文化 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里的援助居民也慢慢的消失了 不过在制作若隐若现充满神秘的村庄 倒是流传了开来 吸引了很多的人来到这里一探究竟 甚至还有专门的科研团队来这里进行调查 不过最后并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正因为没能通过科学的方式 对其做出合理的解释 这里的谜底也一直无法被揭开 让人们对这里充满了好奇 由于近年来风沙的不断扩大 制作村庄已经被掩埋掉了一大半 但是依然会有一些人来到这里 想要揭开其中的谜底 但是可供调查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了 人们最后都是无功而返的 看来现在是无法解开制作村庄的谜团了 也许在未来科学技术更先进之后 科学家们会再次对制作村庄进行研究吧 好了 本期的谜底为见就到这结束了 喜欢我们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关注分享转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